所以这是一个猜测 所以这样子的研究 就让很多人有很多的怀疑 同时就发现说他做的是40对 只有33对有这种情形 其中有7对也没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 假设如果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应该40对就要有40对都要有才对 可是只有33对 另外7对也是没有的 所以当然这个科学家就会讲说 同性恋不单纯是基因的 环境也扮演了角色 没有单一的主控基因 使人变成同性恋 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预测谁将来会是同性恋 这就是科学家自己说的话 那报纸写的可能又不会一样的 那这个问题呢 直到了2004年呢 世界上呢把这个所有我们人类的基因全部都扫描一遍之后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整个的基因的排列到底在哪个地方 那10年之后我们再重新回头去看他所做的论文的时候 就发现在刚刚说所举的这个部位呢 这部位是没有基因存在的 所以他不是说一句话吗 他说有较高的统计可能有基因存在 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可是10年之后被证明了这个机这个机率是怎样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因为所有的序列都已经被分析完毕了 所以证明说这里根本就没有那个同性恋基因 所以这样的研究呢 让我们去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想象 其实从不是只有对同性恋的性倾向 是不是基因的有这样子的搜索 其实在同一个时间当中 也有科学家正在进行不同的疾病 比如说对这个精神分裂 然后你很想知道精神分裂 是不是来自于基因的原因 所以也是做同样的这样子的研究 那后来都发现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同性恋基因 所以我有这个基因 所以使得我怎样 天生就会从事这样的行为 也没有什么这个叫做精神分裂基因 因为光针对精神分裂 就是说跟基因有相关的 总共就在人体当中的染色体找到25个地方 是跟这个什么精神分裂有相关的 所以你说是一个基因吗 有25个有相关的 而且是在整个的这种精神分裂 不是有各种症状吗 是这么大从里面只有占了3%的那一种类型 这是找到25个跟这个3%的这种类型有相关 光这么少数目就有25个 还有呢 还有人有常常会讲到什么 酗酒 酗酒的这个也尝试要去找 有没有耗酒的这个基因存在 总共也找到了相关的大概10个地方 还有什么呢 大家很想知道呢 跟基因有关系的 智商 有没有智商基因呢 如果我们找到那么就好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改一改 就变成聪明了 到目前为止呢 也还没有都没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咯 这样的一种行为性的这种现象 是没有这样子这种一个单独的基因呢 可以去做证明的 那也持平的来说 同性恋呢 他很清楚的告诉 这整个科学研究就很证明 告诉我们什么呢 同性恋他不是怎么样 天生的 那我们是异性恋的人 就是天生的吗 是吗 不是 因为异性恋也没有异性恋基因 了解吗 是学习的 是学习 是我们在家庭当中看到了这些很棒的事情 然后我们去在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直不断的去累积然后培养 然后变成了我们会倾向是一个异性恋者 所以同性恋者可能也是走同样的这个途径 所以有的人去针对这样的研究去做推测 就是说双胞胎为什么有一个同软双胞胎 同软双胞胎的意思是说基因都是一样 而且是同一个妈妈 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家庭长大 为什么有一个是有一个就不是 那这怎么解释呢 只有一种解释叫做几率 那是什么几率呢 当然要去做提出科学研究一定要去做解释 这几率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 有发生了一些的事故 那我们家庭当中的成员 对一些事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虽然我们同一个家庭 我们同一个妈妈 我们既然有同样的基因 可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使得我们走上了 一个是同性恋者 一个是异性恋的道路 所以越来越去跟有一个共识 或者说这科学界知道不是天生 而是环境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大 性倾向的变化也告诉我们 这是论文告诉我们 2000年 2002年 2003年 如果他是天生的 他理当不会变化 就是说他是同性恋者 他不会变成异性恋者 当然程度不一样 他是从零到六 刚才有说到了 所以他只要从六开始变 比如说到二三四 这样他就认为说他是有变化 因为他对于同性的那种性的冲动 或者那种喜好已经不像六的时候 那么样的明显 甚至偶尔他也会喜欢上 这个跟他异性的人 所以他就认为说这样子算是有变化了 那通常是经由心理分析 经过諮商或者是宗教团体的这些陪伴 使得他们的性的倾向 从同性的性倾向变成了异性恋的性倾向 那这样的例子有没有 有 所以他总共这些论文都告诉你 总共的平均31%的人 是有这样的情形的出现 甚至在2007年 有一个叫Carmen 这个在论文都可以找得到 他是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的前会长 他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他总共在他所职业的过程所遇到的人 总共一万八千个人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他发现一个现象 当中有2400个人 他们的同性的性倾向被转变了 而当时他们来找他资商或来找他进行辅导的时候 都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同性的性倾向 可能是忧郁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而来找他做资商 可是没想到这样过程当中 总共有2400个人 他们的同性性倾向被转变了 所以他可不可以转变 他是可以转变的 所以可以转变就代表什么呢 更加告诉我们 他不是什么 天生的 所以有这么多的证据 你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他 说他不是天生的 可是呢 有很多原因 我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非常清楚知道 他绝对不是什么 基因的 他不是基因的 因为有这么多的研究告诉你 他可不可以改变 他可以改变 所以他变成说不可改变 然后不能被治疗 当然治疗这个名字 可以再重新的去定义他 不能改变 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事实了 这样理解吗 所以迪恩哈默 他就说了生物学 迪恩哈默就刚刚做出那一个 猜测说这里有基因的那一位科学家 他说生物学不是非观道德的 对于判断错或对是没有帮助的 只有人 因着他们的价值观与信仰才能判断 什么是道德的又什么不是道德的 所以生物学就告诉我们是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事实来判断 有些人说的话是不是有根据的 或是他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强调 那我们可以从这些事情来判断 而我们说出了一些话也是很有根据 也知道说这不是天生的 因为我有这些的这些根据存在 同性呢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 这个讲义上面打错了 事实讲同性性行为的危机 这已经非常的明显的 同性性行为是充满了很多的这个状况存在 2008年呢在BMC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期刊上面 有一个人呢他做了非常的仔细的去做论文的回顾 这篇论文呢是做系统性的去想要去探讨说 进行这个LGB的就是双性恋男同志女同志 他们的心理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异常的状态 他做了这些的论文回顾 这不是他自己所做的研究 论文回顾意思就是说 他把过往从1966年的1月 然后一直找到了2005年的4月 这当中所有有讲到这个LGB的这些人 还有他们的心理状态的论文全部都找来看一遍 来向大众说明说 那这一群人他们正在遭受了什么样子心理的风险 总共呢他呢这样子去找呢 总共找到了13706篇的论文 最后呢他很严谨的去筛选这些论文 总共只筛到他有很严格的这些的选择标准 比如说这些论文的取样没有非常的良好 他就把它删掉 因为那数据不是能够做参考 所以那这篇论文是刊登在专业的这个科学期刊上 所以也有专业的科学家来进行评估的 不是他自己随随便便的就是发表的 所以是非常可信的 这样子的过往过程当中总共呢只筛到了28篇 这么多篇一直筛在符合他标准的只有28篇 经过了这样的筛选之后他做出了一个结论 LGB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呢 他的自杀意图呢是超过两倍 正常的两倍 焦虑忧郁之失衡呢是1.5倍 酒精或药物滥用的情形呢是1.5倍 而这一个男女同志呢特别依赖药物 而男同志呢特别容易有自杀的意图 所以在这个样的生活形态上面呢 其实是怎样有很高的心理的风险的 心理的危险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分享什么 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去生活 有很多是周遭的人给他压力的 因为他们在进行的一个生活上的形态 是跟很多人不同的 所以可能这些的自杀的倾向 这些忧郁的倾向是来自于 这个社会对他的眼光 或对他错误的对待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些论文就是要告诉我们 他们的生活形态导致了他们的生理 或心理上面的这一些危险的状态 可是里面的内容有很多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不间隆于他 所以他导致忧郁嘛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些都 因子都包含在内 而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形态状况就是如此 那你说这些是社会的状况 那医学更直接的就是这样 那生理的呢 他们本身就是会有危险的 所以阴道的组织跟肛门的组织就是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你说的 刚刚所说的那些心理上的这些危机 可能是来自于社会的压力 可能是来自于别人不认同你 可能是来自于别人的霸凌 或者是这个气压 使得你忧郁然后沮丧 你必须要藉由药物 藉由酒精来这个让自己的生活好过一点 这些可能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不能够去忽略的事情 是这样的生活形态 有他怎样 生理上的危险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生理上的危险 男男的间的性行为 这样的生活 或者这样子的行为呢 是很高的能 变成是这个HIV感染率呢 是目前的举报 历年的暗数呢 是18,933个 比例是59点多percent 都是进行这样的行为而感染到 所以忽略社会上的一些思想跟观察 而这个身体会遭受到的危机 这是非常直接跟明显的 这样的男男的性行为的 这样子的情形 就很显然从数据上显现出来 它是高危险性的 而这个是今年国家疾病管理局的预算 这个通过的预算的报告书 所以他也告诉你说近十年来 因性行为而感染爱知的人数 平均是怎样 增加在10%左右 而什么是危险因子呢 就是不安全性行为而关 男男间性行为者为主 所以摆脱那些认为说是心理或社会上的压力 而这个身体这样的行为就是有高风险 是确定的事情 这不是心理想而已 而是真实生理的状态 那我刚刚从刚刚讲到说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天生的 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来次于 对媒体对我们的潜移 对这一群族群的报道的潜移默化 所以他常常会透露一个讯息 告诉我们他是天生的 所以是怎样 不应该也不无法压抑 那他是两情相悦的事情 又不妨碍他人 为什么禁止呢 可是我们从刚刚探测到 这样的行为模式 确实就是有高风险性的 而他对我们大众也都是有影响性的 这大众的影响性就是 他使得我们的预算 大部分要花在预防这些疾病上面 那这是100年的预算 大概是怎样 爱滋预算是17.9亿元 这100年 100年之后 政府有一个5年 爱滋防治计划 101到105元 总共要预计花207亿 来预防这个疾病 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疾病 生活形态 那他怎么预估的呢 这是讲的说 预估说每年大概要花20万元 每年要花20万元 那现在因为爱滋病的这个治疗呢 这个寿命可以延长了 大概20年到30年 所以他每一年都要就诊 花这个医疗 我们国家的这些钱是每年保守估计是20万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要怎么样的去花掉多少 所以他是不是两人的事情而已呢 不是了 那不要讲到这预算 而是大家每次要打针就诊 这些也都使得他的生活的品质 就是这样的下降了 所以我们也去关心这样的人 好 这是浅移默化 他是怎么样浅移默化 我们看一下 美国卡通迪道设下了为了一支监闻花点 卡通迪道的小学生就将去据Clarons 最前上演了两位同志监闻的戏码 但卡通迪道竟然会不会诉说呢 把话题改成了在两家上亲吻的男人 在周四播出的主题当中 一位英俊的男性角色的同学曾经为一招 又让你一招看到的兴奋 然而最后发现男子去捕青链 并与男朋友误念后再次达上亲吻 所以媒体就是这样浅移默化 怎么样说是浅移默化呢 就是说他说要让他出现在画面上有多困难呢 大家都知道其实不难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了 在MV 在广告 在电影 在这个电视剧 常常看见 那会使得很多人会误以为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样的人常常出现在我们周遭 是很多的 那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吗 不是 经由很多的研究 全世界各样的不同的 这些人口的去调查 这样的族群大概就占了多少呢 不多大概2%最多2% 那2%如果你在看电影的话就代表什么呢 那你要出现100个镜头才出现两个镜头这样的人 那我们来回想一下 台湾也有一种族群的人叫做什么原住民 原住民有没有比这2%还多呢 我想应该是还更多的 可是我们在这个媒体当中有常看到原住民出现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要去强调这件事 所以他当要强调的时候就会让他一直出现 所以使得我们会误以为说 好像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就是要媒体的潜移默化 多元性别也是一个常常会讨论的一个观念 性别是不是天生的呢 性别是天生的 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科学家认为性别是天生的 所以1972年先锋号发射的时候 这一个金属片上面就画了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可是是1972年到现在2016年 也很多人对这个图画有所意见 其中一个意见是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图画 为什么呢 因为男生比较有礼貌 他挥手说嗨 对这一个笑话 那其实男生跟女生是男女 从这个胚胎的发育的时候就开始有些不同 从怀孕的这个六到八周呢 我们就开始搞酮素 八周就开始搞酮素的开始去制造 然后呢 男生呢这个六到八周的时候 他的染色体就开始有这些蛋白质的去分泌出来 使得呢 他会开始对女性 本来这个胚胎是有可能会有女性器官跟男性器官的 但是呢 但是呢因为这染色体上面的这一些男性的这一些蛋白质的 Y染色体上面的蛋白质这个产生出来的会去抑制女性器官的发展 所以接下来搞酮素在分泌的时候就会使得这个男性的特征呢怎样 更加的明显 所以每一个男性生出来就变成百分之百的男生 女性就百分之百的女性 可是有一些人他是怎样 一些的意外 所以使得他生出来的时候是有两套的生殖器官的 那这是在我们人群当中是少数的少数 那一般的人都是男女非常分别的 所以负中肾管抑制系数呢 他分泌之后就会把这个卵巢啊子宫啊这些器官全杀掉 然后变成去女性化 那男女的差异呢其实是明显的 然后也影响了他们的一些的行为 这是要告诉我们说 因为你全身你生出来的时候 你全身就是男生的细胞 你全身就是女生的细胞 你全身都是SY染色体 你全身都是XS染色体 所以你这个细胞的差异就会不一样 所以有的过往他们不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呢在做实验上面都会有一些偏差 那现在对于性别细胞也有性别的差异 这件事情已经是科学的共识了 那这个怎么知道呢 就做了一些研究 这是男生胚胎 10.5天的胚胎 他们发现了男生雄性的跟雌性的呢 他们对于一些压力分子 这是用这个乙醇加乙醇下去 让细胞去死亡 然后发现了死亡率是不一样的 母性的细胞的母的细胞是死亡率比较高 然后男这个功能是比较少的 所以很显然 既然都是一样细胞 那加同样东西为什么会不一样 就因为细胞特性不一样 所以死亡率就不同 所以细胞特性就不一样 然后呢 再去做研究了 发现说在我们人体里面 我们去观察131种关键的酵素 也发现什么呢 男女差异 这是关键酵素的表现 这是男生 然后女生 如果没有差异的话 应该会怎么样 活性会叠在一起 可是有差异 一看就知道 很明显差异性的 所以因为你SY染色 所以你的细胞特质就会不同了 这那么明显的事 那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2011年 美国的这个药物总署 总共就把10种 11种还是10种的药 下架了 因为他们发现 因为这种细胞的特性 使得有一些药物 对女性有特别的伤害性 其中有一个这个饼 粉饼醇胺 这是加在感冒药里面的 一种成分 这会使得女孩子中风 跟脑出血的几率 比男生还要高 所以就把这些药物定为 这个必须要有医生的处方 才能够去开的药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因为知道了 男生女生天生有差别 所以用药也要不一样 那这也台湾也很清楚告诉你 男女天生不一样 谁知道 善存就知道 所以你会吃不同的东西 吃不同的善存 男善存女善存 所以谁知道善存就知道了 所以你能够去用你自己的想法说 我要变男变女吗 这是没有办法的 男生女生关注焦点也不同 这是从这个婴儿 把他们绑在这个安全座椅上面 让他们去看 他们对什么样子的玩具的视线停留最久 就发现说 女婴最喜欢看什么呢 是洋娃娃 男婴比较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女婴对于洋娃娃 跟骑卡车的注意力是比较不一样的 好婴儿的注意力不一样 那玩玩具呢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啊 有不一样 人呢 这个玩玩具呢 他发现说 男生呢 比较喜欢玩那一种 会显现出他男性气质的那些玩具 车子 那他是用车子 跟这个有轮子的这个玩具 跟填充玩具 让他们去选择 就发现什么呢 这些呢 五岁左右的小朋友 男生最喜欢玩那些有轮子的 然后呢 不喜欢玩填充玩 女生呢 喜欢玩填充玩具 比较不喜欢玩那一个有轮子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是因为他们要借由这些玩具呢 来进行他们喜爱的活动 男生因为喜欢玩的是 喜欢进行活动 就是运用他们身上的大的肌肉 所以这样路来路去啊 那女孩子呢 就是比较玩的是 就是捏来捏去这样子 所以不一样 所以从小就不一样了 那给他们玩玩具呢 就发现 他们在当中呢 到底是竞争的 还是互相合作的 他们就让他们看电影 看电影呢 就很特别 是四个人一组 然后这是一个卡通片 如果你想要看完这个卡通片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人负责做什么 有一个人负责转 让那个卡通片可以走 然后一个人要负责打灯 一个人就坐在那边看 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办法的话 他就必须想要在旁边站等待 那这样子去看呢 就是发现说 男生跟女生呢 他们这样分组完之后呢 他们完成任务的能力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平均起来 一起看完 就是能够看到卡通影片的时间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一样的地方是 看完这个卡通影片 对男生的影响性是比较欢乐的 他们看完之后就常会笑啊 然后就打闹这样 女生呢就是不可怜 就是没什么反应这样 那什么事情会变这样呢 因为呢 他们当中呢 他们发现 女生呢 比较容易呢 做什么事情 比较愿意呢 去让轮流 所以他说提供位置 就是在看了这个位置 轮流 换别人来看 这样 男生呢 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男生比较低 那还有呢 他们肢体的动作呢 你看 推啊 拉啊 这些打啊 这样子 男生呢 是比较高的 所以意思是说 男生和女生都是能够有完成竞争性的任务 只是过程不一样 结局也不一样 男生是比较欢乐 而女生呢 是比较 这一个 都比较严肃一点 所以有没有男生和女生的差异呢 有的 所以天天小朋友就不一样 所以他说是后天生成的吗 这些都忽略了刚刚所说的那些事情 那这如果要继续这样走下去 英国的这一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四岁的小朋友要入学去念小学的时候 这一个郡政府呢 就是要调查 你要入小学的 我要调查你的性别 总共提供给四岁的小孩 二十三种性别选择 要给他选择一下 所以总共二十三种 要让他确定说你到底是哪一种性别 四岁性别 对 这是新闻报道所播放 那这些的再来告诉我们 我们都忽略了人生理上的差异 这个不只只有用药不一样 疾病的发生也是不同的 所以这些的疾病都告诉我们 男女当中是不一样的 好